看多了张若南面对其他男艺人 害羞文静的样子 还没见他对谁像陈兴旭这样松弛快乐的 但不让他们直播聚餐吃饭 张若南直接给陈兴旭挖起坑来了 逗他逗的 那叫一个开心啊 我们这个饭能不能吃得上 就看陈兴旭了 因为陈兴旭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想不想回来 愿不愿意回来 就看陈兴旭了 如果我们没有直播 就是因为陈兴旭没有约我们吃饭 如果我们直播了 那这就是陈兴旭约我们吃饭了 好吧 咱们一八六双开门的陈兴旭 就这么被张若南拿捏住了 两人采访的氛围 活脱脱像一对斗嘴的小情侣 陈兴旭只有华贵服软的份 我好看吗 好看 真诚一点 好看啊 就只是好看吗 超好看 我好看在哪里 可能对你评价是 自将清冷情绪之后 你觉得自己是一种清冷情绪的样子 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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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像 玩你画我猜的游戏 陈兴旭是画也画不明白 猜也猜不出来 解释了半天还没人听 张若南一脸可爱的对陈兴旭补刀 唱面乱的 好像小学集团在现场 看看是咋 这个中线 中间这是啥 充电宝 坐下 这个 太小 我以为你 哈哈哈哈 睡着了 我以为你画他这个机器人呢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睡着了 不是 我以为你画了个是个机器人 你知道吗 当陈兴旭对张若南撒娇 那更是要了他的老命 说完耳朵都红透了 张若南 哥 心里又不平静了 那你怎么就就答上了 你就会 是不是 啥呀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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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机器人 重发了 老板你为什么就我耳朵撒娇 我家伙是红透了 我是热的 精力又不平静了 我只知耳朵上没有打粉底 接受采访的时候 陈兴旭你可不是这么讲的 不是说自己很喜欢撒娇吗 怎么这么害羞 陈兴旭和前衡的相似度有百分之多少 自恋程度 百分之十吧 只有百分之十 好 毒蛇程度 百分之十 撒娇程度 百分之五十 哦 为什么 因为我也我也很喜欢撒娇 撒一个就 不过都这样了 其他人还是没放过他 不接受他的撒娇 让他重新来一切 陈兴旭突然发疯是晃头 赵若南也跟着烈情晃悠 我说你俩 真的别太可爱了 撒娇你接受吗 不接受的话可以再撒一次 再撒一次 我也觉得不可以撒 还是好像还可以再撒一次 对 手机软件双成的同学们 也是给姚前书CP上了一课 羞耻地读完以后 俩人恨不得把手机扔了 这下陈兴旭和张若南一起 心里不平静了 这个生成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念我念 你不管念 陈养将前衡 一下在床上 双手抵着他的手 在他耳边喘着气 带着思压抑的轻声说道 女人你真是在玩火这句话 天呐 你要用那个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 我这个 这耳朵已经红了 心里不平静 两个人的花式互夸欢节 张若南的两个问题 问得陈兴旭恨不得 发着试回答 轮到自己的时候 又差点被张若南的 一顿彩虹撇夸的 无底子装 觉得我的戏好吗 好 真的好 你失去了 没有没有 我这两天还说到那个 赵明生见 你看了吗 我说我没看 但我看了片段 那我也问你 就这两个问题吧 你觉得我好看吗 好看呀 又高又帅 人又有气质 然后戏 那戏肯定是没的 没的 陈兴旭的戏 免俭的戏 陈兴旭的戏 免俭 你同意吗 那你都这么说了 我只能同意了 我转述网友的那个想法 看到滑絮里 陈兴旭对着张若南 不停地夸可爱 简直是天风了 这捧人文 也算当我们的嘴皮咯 我跟她们谁 是不是感觉在这个家里 在这个家里 她的爱的是 她的所以张 张的一个地 我想把她 偷下来 她那个版本就比较好 对 是 是 真的 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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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谁能不为张若南的 小迷糊可爱当呢 对系嘴瓢这毛病 妹妹一时半会儿 是载不过来咯 拜拜 小姐 就喝了肚子 我喝了肚子 咱就是说 鼻梁高的人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前有成要前行 在办公室的鼻尖吻 现在张若南 更是直接挽起了 陈兴旭的 鼻梁滑滑梯 天气预报 今天有雨 如果星雨会在路上 遇见你 可爱甜妹 这下真变成 调戏名语了 感觉张若南 逗陈兴旭 已经是手打打掐了 不敢想象 他俩私下得多好玩 你脸上有东西 什么东西 这是我要说的话 不告诉我什么东西 不意让你猜 不意让我猜 说起来 陈兴旭的身材也是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被风吹到 显出自己的胸肌 可是成了 前行的明场面 不过 然到这个场景 南菩萨 丝毫没有骄傲 反倒说 感觉有些不雅 你知道自己的动作很火吗 就是胸肌若眼外现 那场戏主要是因为风大 我也不想念 是你练的好 不是 但那个衣服其实不雅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不雅的 就是那天很大的一阵风 不不不 这是一个福利 主要是尿吹起来也不好看 你知道吧 好看好看 当然就觉得很奇怪 我不行你这么说 虽说陈兴旭对自己的明场面 有些自谦 但说到朋友圈里的健身卷王 那可是当仁不让 非自己莫属 天长和张若南聊天 也是自信斩着自己的肌肉 不得不说 陈兴旭拍这部戏 勘紧卖身 跟张若南熟了以后 彻底是去自由了 连二大的设定 都得听张若南的话 陈兴旭真的已经在尽力宠了 你就演我弟弟吧 我演你姐 然后你啥的都得 然后我又不能是叛逆的那种 人是叛逆的人 但是你到姐姐这 这就乖了 姐姐说啥就得听我的 所以这两个人就演起来 就是陈兴旭被操控的一生 不管他什么情况下 都要继续做人了 行吗 行 没问题 就是张若南逗他的次数太多了 容易失手 采访时假装要爆料陈兴旭的朋友圈 把孩子吓了 说要屏蔽他 这下终于换成张若南慌张了 配成这样 他俩真的不能为了我们在一起吗 谁在朋友圈赞活跃 情绪 我发的很少 我就是 记录一下 就是 我能说吗 别说 可以了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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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知道 下一个问题 行 下一个问题 下次把你停滴掉 下次把你停滴掉 那不行 好 i 吃 点 by bwd6